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公共卫生说是学生主任 也是建管所的教授 那我教学的话 上次有跟大家做介绍了 那再就是主要就是健康保险学 那这个的话是U开头 所以就是研究所或大学不都可以上 那另外的话就研究所的是医疗政策与全民健保 那另外的话像你的必修课 就健康体系 然后你们今年好像入学的博士班 好像这个好像就变成有四个 那健康体系经济的话 经济评估的话算是一个领域 好专业领域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的话就是在在职专班的话 有那个组织策略管理跟照护体系 那另外大学部的话 就是一个机构管理的课 不动了 那个事情你帮我找一下你 一家 那研究领域的话 这边的话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这边的话 就是刚提到说就是有健康保险吗 因为跟之前的那个工作经历有关 所以就要保险那跟医院的院所的 因应策略跟品质的影响 那所以的话这边大家会针对的话 就是针对整个的支付提供体系 那怎么样去改善他们的一个高价值服务 来去改善品质 降低成本跟增加可敬性 所以那当然的话 整个健康照护体系就从预防端到安宁缓和 那都是这里头的体系中的一块 那去寻求一个高价值的服务 好那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这几年 大概其实就是 已经开始大家都在讨论说 到底我们的医疗健保 就是等于说我们的国民医疗保健支出 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 那相较其他国家其实没有很高 那到底对于我们的整体的群体健康 人口健康会不会有影响 好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一下 那美国的话是把医疗当作产业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高 逐年升高尤其在COVID的时候 那另外的话呢 像在英国比较我们常学习的国家 走英国的是NHS 或是德国的 或是像日本的 他们都是弄那个全民健保 就是弄保险的方式来办理全民健保 那像台湾或是南韩 那可以看到台湾就是从2002年 总有实施之后 其实我们的整体 当然我们的整个医疗保 大家晓得我们的全民健保站 就是它的支出在GDP的比例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几 超过一半 一点 百分之五十三左右 百分之五十三 那所以当然就是整个的那个 因为它的比重最大 百分之五十三 那所以的话 对我们的医疗保健支出的一个贡献 也会比较多 好那所以我这边是弄全国的 所以这个里头都是包含了是像民众的自费 还有就是像长照 长照式弄公务预算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 还有我们的预防保健 预防保健 那可以大家整体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健保的占的比重比较高 超过一半 所以可以看到反正呢 就是我们的医疗保健支出的整体 其实占GDP的比例 其实都是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水平 那反而是其他国家 其实都是有 缓慢增加 尤其像南韩 南韩增加的又更多 好那但是虽然就是 这些国家 欧美国家 那其实这除了COVID之前 COVID的时候 大家造成医疗支出的上涨 那在COVID之前的话 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成长都很平缓了 那可是呢 这边呢就会提到一个问题 那到底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的支出 不论是占GDP比例高的或是低的 那其实这里头还是存在是说 到底我们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那当然最近的话就是 健保署要成立一个 就是可能他们要成立一个 医疗科技评估小组 尤其就是在我们总预算底下 所以他们当然会提到说 到底我们的整个服务中 到底怎么配置会比较合理 那这也是一个全球 就是各国他们一个很重视的议题 那像美国刚刚讲说 他的那个医疗支出很高 占GDP的比例很高 那英国虽然控制的还不错 但是呢 他们也是存在着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有一些低价值服务 那或是under use 就是高价值服务就用的比较少 不论是在手术处置检查 或是开药等等 都存在着这些的问题 好 那所以的话要怎么去做改善 那怎么去改善高价值 让大家做高价值的服务 那之前是有做过相关的研究 那现在也正在进行 那最主要 当然就是供给端跟需求端 那在需求端的话 我们大家会讲 那供给端的话 这边的话 大家就提到就是支付的问题 那因为是早期是论件嘛 那所以大家就是 不会去管其他的 医疗提供者 那就是最主要 他们就会可能就是 因为论件 所以可能会提供比较多的使用 那就造成的就是overuse 好 那所以希望呢 我们就是透过 扩大我们的支付基准 或是以价值 他的value 什么叫做value-based network 或是value-based payment 价值为基 就是早期我们就说 啊做个 反正就是做 就做 那没有去想到 到底他对于病人的改善 健康有没有影响 那现在的话 就是你要有提到说 是不是有价值的服务 那什么叫有价值服务 就是他的虽然增加成本 但是他也同时去改善 他的outcome 那什么叫做low value 相对 就是增加成本 对于他的outcome 其实是没有改善 或者是没有注意的话 这就叫做低价值 所以呢 当然就希望把我们的资源 运用在 比如这些高价值的服务 那刚刚有提到 因为这个payment 是那种feed for service 所以呢就是会引导 提供者的行为 就是只想到就是做 但没有想到说 这中间到底这个成本增加 会不会真正的对病人的 照护结果又改善 所以呢 那希望就是透过支付制度 这种financial incentive 这样的一个设计 让医疗提供者在提供这些服务的时候 同时可以去思考 同时去衡量这些价格 服务之间的一个价值 那这个就是value based 的一个payment 或是一个照货网络 好 那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希望透过就是大家把那个支付基准 获大 让大家同时就是可以就是一起协调合作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feed for service 因为大家都会做 而且是片段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重复做 重复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医疗支出增加 所以通过就是把大家绑在一块 bundal payment 绑在一块 所以一些就是彼此之间的就是 连结 因为大家在同一条船上 那中间大家都彼此要互相合作 会可以减少它的重复 跟不必要的使用 就是重复的东西就可以减少 那也就是一个品质的提升 那这个的话就是希望就是透过这个value based network 或是value based care 或是payment来去做改善 好 那这边大概讲了一下 大概做要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的议题 有兴趣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这边的话就在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是国科会计划 早期叫科技部 现在叫做国科会 那我们的话像 我们这边的老师大概就是 如果做有关健康服务研究的话 那大部分就是应该都是 就是因为国科会有人文领域 也有那个生物学门 那我们是比较偏就是因为健康政策与管理嘛 所以呢会比较偏人文 那人文的话呢 他就在人文学门里头一个管理 管理里头有个医务管理 那所以像如果是博士班的话 那就是会有学生到 反正你的那个学校的那个博士论文计划书通过 你可以去申请 申请国科会的那个 博士计划书的奖励 那之前是一个月四万吧 好所以之前有学生得过 那就是但是要在职生 在职生就是 所以他就是鼓励就是学生 就是专心写博论 好那所以这个是在医务管理 或是你们要出国 就是出席国际会议 也可以跟他们做申请 那在那个医馆学门的话 他们都有推荐的会议 研讨会跟期刊 那你可以上网去参考 好那所以在国科会的话 大概我因为刚刚在讲 就是价值为基础的那个支付跟care 所以的话呢 大概这几年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像今年 到112到明年底的 到明年7月 好那就是三年的 国科会计划是在讲风险校正 那我们在讲说 价值为基础的支付 是万宁单 解决所有事情 也没有 就是他还有一些 因为他是强调是说 你做的就是做了比较多 high value care的 或是说就是我们在讲 guidline建议的这些 服务的时候 他会奖励比较多 那这里头就包含了 那可能就会有挑选病人 就是可能病人的尊崇性比较高 或是病人的一些 反正就是临床的风险 或社会的风险 就是刚刚讲说他的那个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经济落势 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时间 好好的按时服药 他可能或是按时的追踪检查 因为他要忙着工作 赚钱养自己 或养家 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只是看说 就是反正就奖励 奖励是做的好的人 但没有考虑到后面的 可能他们照顾的病人的属性不同 那反而就没有奖励到 真正真正表现好的 医疗提供者 这时候反而造成了不公平 好不公平 那所以的话 我们不是在公卫学院很强调 就是平等 健康照护的平等 那所以反而这样也会让 这些弱势的被排挤 他不能享有这么好的 一个value-based care 所以的话呢 这风险交证就变得很重要 尤其在以价值为基础的支付 所以大概就是弄这三年的计划 去探讨这个 到底要去校正哪些风险因子 那之前的话 大概就是有针对就是 low-value care 或是就是overuse 到底哪些 哪些是low-value care 那他的相关因素有哪些 好那另外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bundle payment 台湾其实有 就是TWDRG 好吧 我们的医院跟医师都已经 bundle在一块 住院的部分 bundle在一块 然后去照护病人 好那另外的话 那提到就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要 就是value-based care network 那什么叫做value-based care network 就是把病人送到送到什么 最合适的院所紧急就医 尤其是急重症病人 他很容易就很快死掉 如果不及时医治 就是在第一时间送到对的地方 然后接受及时的医治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台湾的叫做急重症责任医院 急重症责任医院或指定医院 那就是让像中风啊 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 就呼车以判别 他是MI或中风 就马上送到这些重度级 中度级的这些责任医院 去接受医治 那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论质记仇 论质记仇也算是 value-based payment 是在台湾实行最早 然后其实在糖尿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糖尿病有一些 已经发表 也是发现就是有一些成效 那另外的话 也不是只有健保 像儿童预防保健 预防保健是国健署 国健署他们在负责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像长照跟预防保健 或者是我们的疫苗接种 这些呢 都是非健保业务 所以有各个单位 那都是以那个 以那个我们的公务预算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透过预算 然后当然长照 有长照基金嘛 因为他现在就是 反正透过一些税收 然后去挤注他的基金 但主要来源 还是就是来自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税收啦 好 那然后早期就是在 看总额的影响 所以是有发现 就是总额实施之后 大家都觉得 我们费用控制的还不错 尤其在那个 刚刚看那个 就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 支出占GDP比例都很平稳 那这个 当然这个是一个 等于说我们在 费用控制是有 有一个适度的控制 但是对于品质 会不会有影响 那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看刚刚看 就讲集中症 集中症的病人 是看出来是有影响 就是他品质 没有随着这个 总额预算实施 比较好 反而是就是 总额的影响 造成他的 照护品质等等 会有影响 尤其像最近开始 又在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的总额预算 又要再提高 其实之前已经提高 一阵子了 在20 就是在这个 2012吧 10年之后 这结果也大概是 在2012左右发表 然后之后大家就知道 就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就是 所以后来那时候 就是有帮护理人员 加安提高薪资 就奖励金 然后那个总额预算里头 有一块砖 就是特殊 特别的 好 特别的一个项目 好 之后又一些改善措施 好 就护床病那些 又纳入医院评件等等 好 那但现在开始 又又开始 好像 就是我们的那个 整个的 医疗支出的成长 来不 感不及于 就是我们整个 就是 呃 业界的一些成长 好 那所以的话 就是到底我们的 这种额预算 到底这个 怎么样计算 然后对于我们的 品质的影响 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好 那另外的话 当然除了国科会计划 我还有 就是我们还要接一些 就是 呃 政府计划 就是可以做一些 政策介入 所以之前就是 有接国建署的 运产妇健康管理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 Care Coordinator 就是 或是Case Manager 就是个管师 好 个管师 那他去提醒 这些怀孕的妇女 尤其是高风险 他可能是中低收入 教育程度不高 或是他有临床风险 那他有那个 认诚糖尿病之类 那种高风险的 那就是打电话 提醒他们说 哎 你们要来回医院 回院所来做 那个 呃 产情检查 另外的话 也透过那个 就是面对面 居家 或者是电话的时候 去了解他的状况 还有他有的营养 你叫胃教指导 好 就忧郁啊 等等都有 还有营养指导 那希望就是 可以照顾就是 孕妇跟婴儿的健康 到他生产后 那现在又延长到六个月 之前是只有到一个月吧 好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Care Coordinator Nature或是Case Manager 来去看这个 到底透过这个方式 是不是对 他们的那个宝宝的 就是新生儿的 Outcome 比较好 那后来发现 石油比较好 所以他们现在就扩大 事半 好 所有县市 之前是好像 只有一开始是 七县市 九县市 到现在好像是 所有县市都事半了 好 那谁那时候接这个计划的 从那时候署长 是王英伟署长 他那时候就说 我们要先从那个什么 就是文献探讨 文献探讨 所以那时候又找了一些 相关文献给他参考 他就觉得 文献上其实美国有在做 那还有就是 当然是美国 美国的那个Medicaid 他们那个就是 低收入的那个 医疗收入补助 针对低收入的 那的运产部 是有做这一块 然后是有发现 有一些成效 所以我们就说 那我们来弄台湾的资料 再看看台湾做的如何 就是初步有一些成效 所以就扩大事半 扩大事半 所以呢 文献探讨很重要 请大家在找题的时候 就是还是要先知道 到底现在目前这个 哪里去做到哪里 那你们还有可以做哪些贡献 好 那这个是在运产部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提到说 健保 因为总额预算 所以他的医疗支出 是控制一定 但是对于我们的 那个医护人员的满意度如何 他们在那个工作上的满意度 所以后来就有这个健保署 这个计划 就是看了一下到底 尤其是针对医师 医师的他们的满意度 对健保的满意度 或职业的满意度 那是有初步发现 也是有些发现 然后本来要再继续做 那就是可能 就是因为时间实在太 时间有限 对就 后来反正呢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发表的 已经有发表了 就是 发现就是在医师那一块 支付制度对他们 也是会有影响 对于他们的那个burn out 或是满意度 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其他的 就给大家参考 那另外这就是博士班学生的 那博士班 这个就是一般生 所以他有就是申请 就是刚刚讲的 国科会的那个 论文计划书的那个奖励 论文计划书 那这边的话 这个也是 这个是跟他同届的 然后是有荣获到 从于优秀论文 大 论文大上 博士又等讲 好 那另外的话 就是到现在 原则上你们 假设是博士班的话 一定要有一篇 一篇是TSCI SCI 或者是SCI 那当然的话 就是如果你要走 教职的话 就尽量就是有发表 发表 好 那这边是硕士班 好 博士班当然是要求 一定要有论文发表 那硕士班其实他们也都很认真 像那个远远 他这一个 他是弄那个 健保的Open Data的资料 然后去看价值为基础的支付 那刚刚昨天收到就是 荣获公共卫生学会研究生论文奖第一名 所以他也很高兴 那他做论文的话也是很认真 每次都是我们Seminar之后 他又要再找我讨论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认真 那也算蛮运气蛮好 那是也是有得到这个 那另外的话 有的就是把他就是直接写成那个 像家军他是写到写成那个英文 然后就是投国际期刊 那他这边其实也有 他其实是硕士生 但是他现在也是我们的博医嘛 那他有去申请 就是国科会的那个研究生出席国际会议 他也有上 所以他我们今年去西雅图 他也有去 所以这个是 然后他也有申请到 就是我们本院也是有那个研究生出国的那个的补助 因为那个不是今年 现在出去都很贵啦 所以就会申请一些补助 好那另外的话 大家还有一些学生 那现在我们有本院研究生优秀论文奖 所以就是论文发表跟得奖 所以就是也鼓励大家可以把辛辛苦苦写的论文 那透过发表才会让很多人的知道 然后可能对政策有影响 那雅芝的话 他就是做那个药品给付其他协议 那他们现在就有发现 就是我们的药品审查时间 新药 癌症新药 虽然有这个药品给付协议 本来以为是增加了癌症新药可净性 但我们后来看了一下 其实要两年多 从就是从在台湾上市到纳入健保肌付 也是超过两年多 好所以现在强调健保署 他们是说他们要做平行审查 好那这边的话 大概大概就是硕士班的论文 那这个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上那个台大的博硕士论文 就可以看到 那相关的发表的话呢 这边也是可以参考 你们可以上Pamay 那中文的话就是华裔 好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这些博士班学生都是有相关的发表 然后的话 这是硕士班 这是在职专班 刚刚讲的几个像 这边有几个 所以在职专班的学生呢 其实他们也是不仅就是 当我们在职专班强调的是工作经验 但是他们其实也是很认真 像春庭为名雅之 好这个是北荣的 然后这是中荣 然后雅之是在药厂 那所以呢就是 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最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已经超过时间了 好 那没有问题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到634市去找我 OK好 谢谢 感谢观看